小家伙 这笼子都关不下了 关关机灸 那小家伙长得真大 佩琪 佩琪这鼻子咋回事 感冒了 羊了 咋就鼻涕了 佩琪 那鼻涕 哎呀 我说我给你擦的 你还不用 真的是一天天里不让人省心 你吃了 我又不打扰你 佩琪现在鼻子消肿了 哎 现在吃白菜 肯定很棒很棒 但是啊 她对人特别有警惕感 看你的鼻涕 哎呀 真的是佩琪这一天天的 感冒了 给她擦一擦 还不用 还对人警惕 吃个白菜 我还不能跳进来 一跳进来 哎 跑了 完美 这就是咱家佩琪 这就是咱家佩琪 咱那小弟 啪唧啪唧嘞 人家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是个猪了 你知道吧 吃饭跟猪一样 你学猪吧 你天天的 大母猪 小母猪 母猪 母猪 打喷嚏 感冒了 感冒了 佩琪 我不能给她擦 因为我一擦 她就来回跑 不能碰现在佩琪 吃吧 我不打扰你 佩琪 乖的了 佩琪 是不是佩琪 现在这是咱家豹儿啊 在这个地方 比她在笼子里好多了 因为这个地方就是 阳光明媚的 只要一出来 就会到这个上面 然后豹子 现在就是康复的 差不多了啊 你看 在这每天晒暖 而且这个地方还大 是不是布尔 咱家布尔长得特别像大皮的 就是有点软骨啊 其他一点是没有 你看这鼻子 然后这个是咱家大肉球 你这种嘟嘟的一天天了 这也家 然后皮特在这怀疑人生了 皮特 喝点水啊 肥鸡 刚吃那个白菜有点干 喝点水啊 肥鸡听话 天呗 喝吧快点 行行行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 我在这还不好意思喝了 刚刚配鸡这个状态大家应该都能看到 就是现在能吃能喝 然后大伤没有就是小伤有点就是鼻子伤 也不算现在就是完全康复吧 然后咱们尽量就是好好调养他好好就是把他这个营养给他补上 尽快让他好 现在最起码能吃能喝的这就那个康复的不错了 对不对 刚刚就是给他弄了几个白菜 然后怕他渴到 然后就给他弄了点水 然后以后咱们肯定会好好照顾配鸡大 大家放心就行了 然后咱们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